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我是主播米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惊悚科幻片 《黑夜吞噬世界》 山姆为了拿磁带来到了前女友家 没想到她竟然在这里开派对 山姆等了很久 都没有等到她来拿自己想要的东西 最后才被告知在走廊镜头的办公室 前女友让她去房间里等自己 他们需要好好谈谈 但山姆因为在前往房间的路上 被人撞到了鼻子 仰着头止鼻血 竟然靠在烧饭上睡着了 醒来后已经是第二天天亮 打开房门发现四处都是血迹 房间理论不堪 像是刚被洗劫过一样 女友就坐在门前的楼梯上 一听到自己的声音就发疯了一样 冲她扑过来 她回到房间 在窗户旁查看外面的情况 发现所有人都已经成了丧尸 四处撕咬人类 对面的住户想要开车逃离 也成了丧尸的盘中餐 正当她无助的时候 楼下传来了一声枪响 地板被打穿 山姆通过被打穿的小孔 看到楼下的住户自杀了 她顺势将小孔砸开 爬到了楼下 搜刮了一些物资 和那把邻居用来自杀的枪 在管理处拿到了这栋楼的所有钥匙 挨家挨户地将物资全都收集起来 还发现了一个演奏乐器 酷爱音乐的她自然忍不住内心的冲动 但就在她即兴演奏后 吸引来了不少的丧尸 聚集在楼下 想要破门而入 她也不敢再制造什么大动静 在这样的末日环境下 没有任何人可以交流 人是会被闷坏的 在她看见了一只 在路上流浪的小猫咪后 她忍不住了 她带着罐头下楼 想要将它带回家养 当作自己能够聊天说话的陪伴 但是小猫咪刚走到房子面前 就扭头走掉了 似乎对眼前的食物并不感兴趣 强烈的渴求让山姆鼓起勇气追了出去 没想到一转头就遇到了丧尸 她立马躲进了车里 却还是被抓伤了 好不容易跑回房子 继续四处寻找小猫的身影 却发现她在舔丧尸的腿 感情 这只猫是想给自己的丧尸主人 找点东西吃 故意把山姆引诱出去的 山姆气得直接开枪 打死了这只猫 索性被抓伤的她并没有变异 下去东来 孤独使她有些崩溃 就连大楼附近的丧尸都走光了 她作死的搬来架子骨 打开窗户对着外面疯狂的敲 吸引来了成队的丧尸 看这架势 差点就能爬上窗台了 想死你就直接跳下去 搞这么多话里哭哨的干嘛 到了半夜 山姆被门外的动静惊醒 拿起身旁的枪 对着门就是一发 没想到 她打中的竟然是一个没有变异的活人 她赶紧将人抱到床上 对伤口疯狂撒就惊 女人扛不住晕了过去 山姆立刻用镊子 将她身体里的子弹夹了出来 幸好第二天 女人活了过来 她说自己叫莎拉 她发现了丧尸不会爬高 所以她就从一个屋顶 爬到另一个屋顶 寻求避难所 还让山姆和自己一起走 楼下的丧尸 随时都有可能会冲破房门进来 但是山姆却不愿意离开这个出事区 直到莎拉和她大吵一架 毁了房间 她才醒悟过来 关于莎拉的一切都是一场梦 她早在中枪那天晚上就已经死了 这之后发生的一切 都是她自己的幻觉 清醒后的她开始翻着女人的相机 她曾经有一个幸福的餐口之家 但是这场暴乱毁了一切 山姆还在相机里看到了自己 原来女人是看到了 在天台观察环境的她 才只身毅然来到了这里 原本是想找个伴 没想到直接命丧黄泉 死在了自己人手里 山姆还在她的包里 发现了很多登山攀岩装备 女人成功的激发了山姆离开这里的欲望 娇小的妹妹都能做到 为什么我不行 她利用女人的装备 成功挡到了对面的房顶 在房顶上 她看着远方陷入了沉思 看来还有很多的屋顶要怕 这场暴乱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没有人知道 如果你身在其中 又会做何选择呢 是勇敢的出去和丧失正面纲 还是和我一样 安心的躲在家里 等双马尾少女来拯救呢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看恐怖片哦 《科幻正见》等你看进 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了